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新穷铁道 敲秋立会曝光 2.3-2.4卡丝反转 流营强度被肯定,非敲身份炸裂 崩坏新穷铁道 云里立会有细节 技能相关资讯放出,克拉拉直接被曝金币 真没想到 官方并不是双立会齐发 只是在延期后的第一天 放出了云里的立会信息 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2.4上半为云里 下半为焦丘 复刻软眉和银枝了 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焦丘的立会 能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毕竟是仙舟狐足 会不会更魅一些 相比较其他角色 奶窗应该更适合一些 希望有大尾巴 既然焦丘立会还未放出 那么我们不妨先看看云里的立会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还以为是个火器毁灭 毕竟后面的火焰背景 真的太显眼了 既然安排成物理悔念 相信官方自有道理 云里为怀炎将军的孙女 从小跟随怀炎学习建议与断议 乃燕伦八页中次年幼的天才见识 对朱铭流出的魔剑深恶痛绝 力是要收敛魔剑 尽数断绝 感觉故事背景和燕青有点相似 怪不得警员挺看好云里 想要让他们认识一下 如果你观察足够仔细 可以看出云里在服装设计上面非常用心 头一次见到前面能够录这么多的仙周角色 更别说赤足上阵了 整体的设计风格主要以绿白为主 但服装设计方面更偏向于敦煌 特别是上半身的设计 真的太有那位了 不过颈部的布料还是稍微有点厚重了一些 云里的利益会受到开拓者的一致好评 个人推测仙周著名的整体设计风格 将会比较偏向于敦煌这样的设计 这么来看的话 其他仙周的角色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既然如此 作为狐足的领地 药青肯定也会带来新的惊喜 最后内鬼就透露 云里的定位基本上就是类似任家克拉拉 会有一些生命值的消耗 主要伤害来自超级反击和终结计 开拓者表示很有可能会爆克拉拉的经地 今天娇丘的利益也是如约官宣了 这次娇丘的利益可以说非常令人意外 在娇丘利益曝光之前 大家都对这位男性胡人角色都不是非常喜欢 这次娇丘的利益虽说画风并没有非常敬艳 倒也是和人设非常匹配 在背景故事中 娇丘是作为非萧的谋士身份登场的 利益中娇丘手指雨扇 小编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位角色利益的 如果有想要抽取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就是卡池的详光信息 2.3版本上半池四星可能是加拉赫 雪衣 米沙 复刻可能是软眉 下半池四星不太实用 像内塔莎这样的 翡翠都是陪衬 上半池期望更高 除非软眉在下半 刘盈的批律视频不止两个 包括角色掩饰和走近星穷 关于主推角色 明确黄拳是其中一员 和倒戚雷神地位相当 刘盈的地位类似低筋之友 飞销的强度和身份地位一样 最后就是有关飞销的相关消息了 飞销的要清仙洲 是最能打的仙洲 一路大劫骁勇善战 看探新的仙洲仪器就知道了 武力不会是对标志江景元的 战斗力应该是七天将前二的强度 另外部分2.3版本剧情 在花火的推动下 游影主角展现了ML元素 翡翠和星期日也有一段剧情 翡翠向星期日提出条件 但星期日没有妥协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